卷入清真认证风波的行动党副主席 兼事不提国会议员郭素沁 今早前往武吉阿曼全国警察总部录取口供 警方向郭素沁提出了20道问题 援引情势法典 伤害宗教情感 破坏公共安宁等罪名 调查郭素沁所发表的言论 当事人则强调从来没有反对过清真认证 也没有反对伊斯兰教 希望这起事件尽快落幕 行动党主席林冠英则是率领50多人到场声援 并强调郭素沁没有犯错 希望各造冷静看待这起风波 由于发表检讨清真认证的言论 郭素沁今早大约9点45分 抵达武吉阿曼警察总部陆共驻查案件 他在两名代表律师 也就是行动党万怡区国会议员谢瑞瞻 和行动党武吉牛乳儿区国会议员 兰卡巴兴的陪同下 路共大约两个小时 郭素沁随后召开记者会再三强调 自己没有反对清真认证 也无意冒犯穆斯林 只是为了人民发声 我这里要强调的是 我从来没有反对西军哈拉清真认证 从来没有反对过Jakin 也从来没有反对回教 强制所有没有卖猪肉和没有卖酒精的 这个餐馆 要强制他们得到清真认证 而且那个文告里头也提到说 政府将会修改几个法律来符合这一个建议 当我看到这一个文告 它的这个新闻稿出来之后 我就知道说它肯定会引起我们社会很大的动荡 所以我身为一个国会议员 然后我就发了这个文告 叫政府要重新检讨这一个措施 郭素庆重申自己经常向外国投资者 夸赞本地伊斯兰发展局的清真认证权威性 不曾反对这项认证措施 他希望今天入供之后 这起风波可以平息下来 至于当场声援的阵容 包括了行动党全国主席林冠英 率领50多名党员和支持者 到场力挺郭素庆 林冠英其实就强调说 郭素庆只是履行了自己作为国会议员的职责 为人民发声 更没有触及种族,宗教和王室的三R课题 因此行动党的立场非常明确 那就是全力支持郭素庆 Parti DAP telah membuat satu pendirian yang jelas bahawa YB Teresa Kok tidak bersalah beliau hanya menjalankan tugas sebagai seorang ahli parlimen ini bukanlah perkara 3R seperti yang dituduh oleh pihak tertentu kerana daripada segala lapisan rakyat sama ada daripada golongan Islam atau bukan Islam pun telah menyampaikan pandangan mereka kita harap biarlah diuruskan secara professional di mana seorang ahli parlimen harus diberikan ruang untuk menjalankan tugas yang diamanakan kita harap biarlah diuruskan secara kita harap biarlah diuruskan secara 郭素庆代表律师谢锐瞻指出 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298条文 伤害宗教情感罪名 第505之逼破坏公共安宁条文 和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 第233条文 不当使用网络设施或网络服务罪名 调查案件 并在录工过程中问了20多道问题 八度空间于楚恩 实习记者曾天喜吉隆坡报道 selamat menikmati